就不知道 喝過就明白了 我這一款羅宋湯 今天早上很多人上來買 很多老朋友就三包、五包 更加很多是十包、二十包買 那究竟是一件什麼事呢? 首先,我說得無謂 當然是非常好喝 其實有兩種 那種我就不說了 因為那種我沒有買 拿回去這包湯 一比一的水 即是這包東西倒下去 一比一 這樣其實有十碗 十碗、八碗飯碗 很大鍋 那如果你想… 仍然很濃的,很夠味 你想再濃一點的 你就放… 兩包 不是,一份湯 四份三水 這樣就再濃一點 很好喝 我為什麼說一次 我是益街坊 這個湯呢 我的成本 我跟大家說 如果我是等三千包 我一缸湯是三千包 我不算包裝 那包湯是貴的 其實最貴是運費 是,很重 我的湯的成本 因為我很夠了 十多元 加上運費 其實是二十多元 二十多元 二十一、二元 真的是成本 我批外出 其實我是批三十八元 批外出 是這樣的 好 然後呢 外面還有五、六十元、六、七十元 那你也要租貴 那你說如果很好喝 有十碗、八碗 你六七十元 你貴什麼 但其實我一直是做餐廳多的 高級西餐廳 其實很多是跟我拿這個湯 好了 我上次一街坊 十元包 記不記得 很厲害 不是,29元包 然後就58元 因為我沒理由賣得比外面便宜 因為我自己做批發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 我批給別人買 你去搶別人的生意 我買40元 不行 所以我買59元 我買回來 最便宜的我買59元 其實大部份買六、七、八個東西 我不說哪間 好了 今次為什麼我說 我不加價呢 我這麼好人呢 因為今次其實要拿貨就拿了 零售點的其實賣不多 不多 大部份是餐廳拿貨 那今年你限聚令 聖誕節 拿什麼貨 所以沒有人幫我拿貨 但是很多客人問我 那天我打電話給同事 早兩星期 我說如果我一千包 因為我沒有地方放 他說一千包 老闆 這樣貴很多 其實呢 為什麼貴很多呢 本來我剛才說 十三、四元 一包成本 其實是由三千包來攤分 成本 現在變成一千包來攤分 你便變成二十幾三十元成本 對 連問題便是三十幾四十元 照除而已 對 我沒有計算數 其實可能是四十幾 但我便說 事實彈 我賣得很快 因為我今天買了幾百包 我又沒有理由說 突然間 上次你喝開 開心價是二十九元 然後已經五十九個正價了 然後我說六七八粒 沒有理由 所以我還是買回五十九 好 難得 老實說 對我來說 我真的叫 大家相信我便好 不相信我便好 開心分享 大家做生意日明 如果你們上來買兩包湯 一把十八 我又要這樣招呼你們 你上來 你買一盒零支包子 你買什麼 動手起手幾塊水 我也是這樣做 是 那我是不是應該 不是做這些 做過一些 對 但我真的很誠意推介 這是為什麼呢 其實我有很多產品 這間食物工場 其實真的很出色 有些東西 我覺得都很難做 好像鮑魚 其實我批被人 批成四塊一隻 你們我也是買四三九 道理就是 因為人家通常不是這樣 沒有人買的 是餐廳 酒家 你去那裡說 我要吃乾包 我要吃吉品 他便拿一隻出來加熱 當我是自己煮的意思 吃過有誰說不好吃 每個人都 一至八 你知不知道 四、六個天 那些人說 我一隻買三百九九 我再特價四十元 那些人是十隻、二十隻、三十隻的買 第一,捨得吃 第二 真的 適價就知道到底 但我也不是特別介紹 好像那隻 急凍包 真的要試一下 大家 不要被街上的所謂海鮮騙了你們 凡真油水 基本上已經不能吃 不要說不能吃進口 其實都是一般 最好的海鮮 就是 急凍技術 救的國家的急凍海鮮 真的 我不做這個行業 我都不知道 包括龍蝦醬、蜜蜂 都是 游泳那些 等他游泳 等他先 一口笑 不要說那些 大家記住 快來買湯 因為 今天那些人是聖誕平安夜 吃西餐 這兩天 就是昨天所說 有時候我們 譬如我們過年 做節現在都有吃西餐 有時候會去吃韓國燒 現在吃都不給你吃 我不要說限聚令 沒什麼所謂 但總是有些事情 都是要有個 風格的 你說不要聽聖誕平安夜 我昨天說 你有沒有想過三隻雞 發蟲好事 是不是 沒有理由 橫財臭 又或者你過年 過年那些時候 吃燒雞嗎 都不奇怪 過年就反而 我們吃壽司也試過 但是 都是有個泡 你媽媽煮的 有蝦蝦 發蟲好事 煮個湯 總之一定不會是 用鴨 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加琴很可愛 鴨叫做靈琴 就是鴨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7月14日的時候 是 包括鴨蛋也是 是啊 那些事情 大時大節 過年那個節 喜慶日節 是不會吃人鴨 八寶鴨也不會吃 但是我們的特首很厲害 我們的特首 是他的頸子硬的鴨嘴 是死鴨嘴 你知道嗎 生死也很硬的 鴨嘴 死也更是 死鴨嘴最硬 是死鴨嘴 屈不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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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密度多高 好了 比如你說過年過節 你始終是過年過節 有時候有個譜 不過現在都沒所謂 香港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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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想定 好了 先講講新聞 不是介紹的當然是怎樣 不是介紹的 是可以的 等於今天 我們上次介紹過紅心粉 四海哥的 今天又要來貨 其實他每次都來幾十勺 不是小貨量 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我們不是經常說 是那些人吃過 回頭 其實呢 這隻紅心粉 外面街三四塊 我都見過 很漂亮的包裝 但是別人那些 我不知道行不行 但是我這隻一定行不行 因為我這隻 其實是四海介紹的 是一些客人來講的 是的 而且他是北韓做的 北韓去科技落後 但是科技落後 他就用古法 不是 原始的東西 用古法 還有這隻紅心粉 我講過了 真是天使的那些 心身 切出來磨粉 這是好東西來的 你好像 我一天沒有自己 外面 有些天使的 所謂高麗心 賣四五千罐 我賣一萬一千八 很貴啊 為什麼我的客人上來買 不是他們相信我 懂得買的 外面太多 你懂得知道 很多假的 你知道嗎 當然知道 正正是假 當然知道 這個理錢很重要 而且這些心理一打開來 真假心不能騙 你問了就知道 在漁華 賣一萬五六塊 最便宜的特價是萬三四 萬三四那些是天使五 不是天使五 已經是低了一級 即是自己一級已經是萬三四 是啊 老實說 怎麼這麼便宜 你問四海 當然 當然 因為我們是在官方渠道那裡出來的 當然是這麼說 我排排幾個東西 都貴貴的 其實紅心粉都可以 某程度 沒那麼足 說多一次 紅心粉的吃法 怎樣吃 紅心粉是每天早上 最多是早上吃 因為晚上吃 有些人是睡不著覺的 在紅心粉 啤梨的夜晚 一人不好吃 如果你睡不著覺 你屌製我而已 為什麼你早上吃白色的 美心咖啡奶茶匙 很小的 你吃半斤 就是喝熱飲的價錢 還要半斤 還要半斤 夠的 那一斤可不可以 行 做完手術 生完仔 我叫人吃一斤 你先說哪一斤 你是說熱飲 不是 長柄的白色那些 很幼的 我知道 你也有大小的 好像指甲 再半斤 是啊 那些指甲半斤就夠了 不用一斤 需要幾粒而已 是啊 你那罐幾個月 不用 兩個月左右而已 兩個月左右 就是 你 直接放進口裡 沖水 放進口裡 沖一沖 其實我覺得人心是很甘味 很甘香的 但有些人覺得很酷很酷 我又不是 那如果煲湯可以的 煲湯煮粥 不用煲 湯燉完之後 再加一點下去 再加一點下去 但是湯和喝湯 最大的問題是哪裏 我們多數是晚上喝湯 我不是說晚上最好不要吃紅心粉 因為吃了有些人是失眠的 那為什麼會有些人 又糖尿解得到呢 這個其實人心是很多 其實條理 是你自己本身的機能 就是把那些機能 都調正去 那天有個客人 他說他老婆 三十多歲 他做一個女生 老婆當然是女生 手凍腳凍那些都適合了 適合 適合 行去 你早上喝 吃完之後 你用暖水服用 暖水服用 沒辦法去吃 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這樣說